集團歡迎江議官正在農業協會主行主辦的江議官 稍後感到並感化動在你重新行業進行並感 江議官邹翔亮、農業士副書長由志翁 曾經過到來試者參與投票最後三次進三名 由到中的農民含著國比賽中的農民來分享財部的經驗 高力高農在技術財政在越來越進步 感謝所有高農的努力為江議官創作重要的農產品拼擺 有入瘦甘味 文章娘說,江議官的瘦甘味已經年三十幾年 參加台南区改良典的警察人跟很多名處 可見瘦甘味在江議官已經是鼓勇重要拼擺農產品 透過今天的警察目的不在意的狀況 你是農民之間何上交流 分享如何電感管理,作為學習對球進步的意義大於一切 那最近大概我們也在思考 是不是我們的小環節是不是能夠到日本 那整個可以做很多的貿易談判 也沒有辦法去做相關的一個處理 那現在基本上我們這些農民 大概他們所種出來的小番茄 那大概我們去參加這個台南區改良場所舉辦的比賽 那基本上已經連續十幾年大概都拿到全面的名次 而且是朗瓜所有的名次 那大概都只有一到兩名是外縣市所得到 所以可見小番茄在整個嘉義線 是一個具有重要品牌的農產品 那今天我們的果農 那自己舉辦相關的比賽 那這個比賽過程當中那有一個好處 那得獎的人他可以分享他的種子經驗 那包括他怎麼可以種出接受度這麼高 可以拿到第一名、第二名或第三名的番茄 所以比賽的目的不在於所謂的得獎 而在於讓農民知道哪些人的田間管理 跟種子出來的東西特別的好 那彼此之間就可以互相學習 那我想這才是這個意義大於所有的一切 所以我們恭喜今天得獎的這些果農 那他們的努力也為嘉義線創造出一個重要的農產品品牌 就是義理小番茄 那謝謝他們的辛苦 謝謝 這場品鎔總共22組參賽 參賽的農學必須要到600公司的稍微不施壓 在沒有股票的盡控一項進行品牌 就由品牌更是向美的母港進行品牌 比賽當天第一輪由參賽農民到沒有參賽農民 共同進行試駕品牌 就由農民擔任兵信 選出6組進入割賽 割賽在由該領事業單位專家農民 以及管副代表進行品牌 選出管軍、阿軍、貴軍各一名 以及加做三名 聲音新聞中來行 打議官 彩虹 布登 再講吃和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 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 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